待会朋友会带你们去我们这附近的Costco 离我这边5分钟而已 我喜欢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后面就是山爬山方便 而且又有高尔夫球场 那这边行车到Costco 停车位就是在身处美国的感觉 因为他的停车位大到就是你头就是往前放 还不用后面的倒退 主要是设计让动物者可以方便的放东西 这个Costco是目前我觉得 我在台湾这么多地方去逛街 最好去的一家Costco 在美国Costco是 如果你是拿黑卡就可以提早进入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只要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完成摆设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说10点开门 那你要是9点半去人潮很少 所以早上一大早去通常是比较方便的 好我们现在马上去Costco 我们进来他们的停车场了 是不是很棒 他这边有绿色灯红色灯代表车会是不是可以使用 而且他这个距离之间完全就是我在美国停车的尺寸 我们进来里面吧 这里逛街在Costco来讲的话 真的是比我在台中还有台北的Costco逛起来悠闲多了 我算是蛮早来的 但是已经有人买完了都要回去了 台湾的Costco还有意名台湾的曲球 台湾的蚊虫就特别多 这个就蛮需要的 夏天到了防蚊液很需要 防晒的 这都是很贴心的专注台湾需要使用的产品 现在回到台湾 但大部分就是以当地的物品消费了 而且也觉得当地的物品其实品质也不差眼 这款草莓我倒建议可以买 因为它的分量还蛮多的 这个是生机食品 意美又是台湾的大饼台 价钱是299 这种卖月梅还有芒果我就要做比较了 在美国买这个特别是打折之后 都不到10块钱美金 可是在台湾要卖超过10块钱以上的价位 很多是来自于美国的产品 它的价钱大概都会多上四分之一到一倍的价钱 还是选择在地的又不用进口税 而且也蛮符合当地的需求的 我就特别怀念这种饼干 在美国买便宜的要命 可是回到台湾总是看到这种价钱 买不下水 可是偶尔还是会嘴馋买一下 在台湾买日本的产品 或者是台湾的产品 其实就蛮划算的 像这个Hachu 这一包才210块 这个果汁软糖 这是在美国 可能你们在美国就常看到 这一包有时候买到6块9毛9就买得到了 打折的时候 台湾要卖这种价钱 美金20块 可是我在美国根本不到10块钱 就买得到的东西 台湾的Costco选择性的买 所以才能达到你所要的消费 有时候一车没有买什么东西 每次都快到1万块了 特别是里面还有跟着牛肉 在台湾买牛肉特别的贵 介绍几款零食 这个也是朋友常常看院士要吃的 雪鱼香丝搭配黑芝麻 雪鱼夹心丝 这个蛮适合在家里随时享用的 不要是价钱啦 非常公道 因为是台湾的东西 如果您的牙齿够好 熏烤油鱼丝啊 分量还蛮大的 才290卷 所以在台湾有时候这种零食啊 这还蛮适合 就是拿到美国去送给朋友啊 或者是可以带出国的 高坑牛肉干 你看它这还有不同的口味耶 它这个分量比美国进口的 便宜一半的价钱 这个美国烟熏牛肉干 但是我们以前常常在美国吃的 Beef jerky 它这个310公克一包 它395 但是这个它里面有两包 它每一包是300公克 所以跑不到600块 像特别是金门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买 而且它的嚼劲啊 还比较软Q一点 那美国这个Beef jerky 骑车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会去camping啊 蛮适合带着吃 但是我是觉得回到台湾之后 我更觉得蛮适合这个的 就不要去花进口税 好 谢谢Costco 我每次进来这边 就让我感觉幸福感满满 就好像回到美国的感觉 它的不管是Walehouse 还是它的天花板 它的任何的摆设 全部就是让我自身在美国 感谢好事做 好事做 蔬菜水果啊 你看这后面 燕枣芭辣 红芯芭辣 还有包括这些凤梨水果 都特别的甜 还有台湾产的蔬菜水果 特别是这种番茄 在夏天的时候 很适合做凉拌的 有方面我非常想念加州 不管是红酒白酒 我都很怀念 在美国有些酒 10块钱以下 就非常好喝了 但是那些酒拿到台湾 它的价钱 在台湾消费啊 我就觉得不值得 平常我在台湾可能是用 厚那个牌子 或者Costco本身的厂牌 如果是跟台湾的五月花 这些品牌比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它的质感好太多了 厨房的餐巾子 我倒觉得不需要买到进口的 因为这个单价太高了 那到1159 我用五月花的品质就好到不要不要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尝试看看 像这种两层的 它的吸力倒没那么强 但是这个它的三层 甚至我有时候拿来擦脸 也都不成问题了 主要是价钱很清明 台湾的烤鸡189 但是我从来没买过 它这个鸡肉应该不是土鸡 因为回台湾要吃土鸡太方便了 都是我会建议客家咸猪肉 这么大一盒334 大概美金11块左右 你就可以享受这么大一盒的 而且是人家煮好的 你可以切来包三明治 还有就是炒饭都蛮适合的 还有这边的猪脚 就让我随便来走走 拍一些价钱 您可以比较一下 你们当地的价位 跟真的价位有什么差别呢 好 蛤蜊蓝比木鱼 这三片299 这比我在美国买贵 握下来 明镜需要拍摄 然后再次ело 担持在哪里 再次担沿沙 一盒 这种握上 地球 都是 相当的 這個薯片真的是便宜耶 145 這麼大一條 還有這個薯條 如果不怕胖的話 399 一大包夠您吃的 來好事多呼吸一下這邊的空氣好棒喔 謝謝你 好事多的空氣 對 好事多的空氣非常新鮮喔 對啊 而且就很有外國味 好像我仍舊在美國 好事多不僅僅帶來便利的逛街空間 也是我姐相愁的好去處 如果我真的很想美國 有時候我就來這邊走一圈 那個心情還有寬闊感 我仍置身在美國了 我先洗個手 因為要讓自己犒賞一下喝杯飲料 現在我已經戒酒了 前陣子酒喝太多 所以有點胃潰瘍 順便跟您分享一下 年紀到了有時候不要逞強 胃潰瘍大概要三個月才會好 有時候喝太多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對 還有我覺得家庭主婦 其實一整天在家裡做了很多事情 特別是如果他要料理三餐 其實你們要跟這個主婦點個讚 其實料理並不是那麼容易 你要去買菜 買完菜回來 要去分類 要醃漬 或者是要處理之類的 洗東西 這些整理其實是很繁瑣的 那婆婆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有時候讓自己犒賞一下 弄這個冰塊 裡面放個 你看我裡面都會夾一個檸檬片 在裡面 所以你喝的時候淡淡的就會聞到檸檬香 跟你分享就是在台灣 我買菜的心得跟美國比較 其實在台灣我覺得豬肉是非常品質很好的 是我在美國根本吃不到像台灣這種品質的豬肉 真的是很一級棒的 牛肉這趨向於還是在美國吃會比較划算一點 如果回到美國我們就盡量一直拼命吃 當然在台灣我們常常吃的就是海鮮跟豬肉為主 其實每次去Costco都會搬很多東西回來 不見得每次都用得完 但是這種日常用品 剛剛我有特別介紹這個五月花的 甚至連在廁所我也會擺 搭手也很方便 這個質感蠻厚的 現在其實主要是日子都過得很簡單 一件衣服穿了二十幾年 這件衣服還是以前小孩子在小時候 去Cookuma幼稚園 就是讀日本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日本媽媽都會做一些Free Market 我跟他們買的 我印象中好像不到五塊錢美金 而且這質感非常好 我把它放洗衣機烘乾機 這個又可以當成平常 我煮飯的Abruary圈 出門也穿這個 套一件外套其實就蠻Fashion的 所以我一整天穿一件這個衣服 可以在家裡做家事 所以一早起來把家裡輕一輕一去買個菜 回來順便讓自己休息一下 其實這就是一天的開心的日子 還有可以去聞一下 哇 美國的Costco的味道 在台灣就可以聞得到囉 希望這一期的分享 可以讓你了解去Costco 其實婆婆大概都買些什麼東西 現在住台灣住久了 現在趨向於也是買當地的物品 這樣子消費起來 又新鮮又便宜 整體來講還是很開心的喔 下回見了 拜拜